VBA部分 那主要當然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真的把時間留在你應該做事情的那部分上面 或者是說有些同學工作那個效率提高之後他也可以把時間留下來 再學習嘛 因為我發現現在好像 你如果不學習一些新工具 你真的會慢慢發現跟別人距離越來越遙遠 而且這種新的工具出來的速度簡直是快到不行 才沒多久 又出一個新的工具 像我先看那個Power BI 那個又出了一些一個工具 而且那個工具還是免費的 微軟出的 那這東西其實會越來越普遍 好處是什麼 你給他data 倒進去 E-sale, access,資料都可以 他自動幫你把那個圖表全部做出來 就有點像 他可以快速 有點像樞紐分析的進階版 你要什麼 圖表加樞紐分析表 你直接把那個拖拉過去 中間你要什麼圖什麼圖 他自動可以幫你產生 而且馬上可以變更 你要的條件 馬上可以秀出來 這個 當然他有後面有版本是要錢的 不過要錢的版本更厲害 他可以持續的自動更新 update data 然後呢 自動幫你把那個圖 顯示出來的圖可以 即時的update 不過那部分可能要付費 他有部分是免費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要整理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合格不合格 假如說我的來源是這一些 那我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 我剛剛用的 函數 跟那個 這兩個 一個是 兩重的一個多重 如果我希望用VBA輸出 那我大概demo一下 可能我們會 寫出有五個按鈕 就在旁邊這邊 那我今天有特別把那個 字稍微再調大一點 讓各位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按下去 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一樣 輸出 到H欄 合格不合格 直接就會是 像那個F欄 一樣的結果 那再來一個清除 再來一個 成績多重 多重的話意思就是說 按下他就變ABCD 就跟G欄一樣 所以 第一個按鈕跟F欄一樣 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第三個按鈕是 輸出多重 那 一樣是清除 第四個按鈕的話呢 就是 除了說 我要輸出 那個什麼 輸出 我要的那個資料之外 我如果希望塗顏色 塗什麼顏色呢 希望 A呢 幫我塗成藍色的 B的話呢 加一個底色 底色用黃色的好了 C的話呢 也許加一個框線 D的話呢 變成紅色字 並且加粗體 那當然這些只是sample啦 你以後可以自己在 針對你的資料去做修改 那怎麼做 我先demo給各位看 輸出有沒有 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輸出的話 誒 怎麼變藍色 底色 怎麼變黃色 然後 C的話是一個框線 Boulder 然後呢 再來就是 D的話是加一個粗體 就是 輸出資料 然後順便更改格式 那這樣就全部串在一起了 資料格式都一次就可以完成了 甚至還可以畫框線 比如說你將來要列印爆表之前 你可能要自動產生 因為你還要把框線做出來 SR裡面預設是沒有框線的喔 如果你要一鍵自動把框線全部畫完 自動列印出去的話 那這樣 其實也可以今天也會講到 框線物件的設定 而且呢 也 非常的簡單 程式大概就一行兩行就可以搞定了 OK那怎麼做 所以那個框線可以加顏色 當然可以啊 框線 樣式 還有粗細 還有哪一條 全部都可以 用VBA來做 真的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你想要設定的框線範圍告訴他 然後哪一些線條你要變更 顏色改成什麼 粗細改成什麼 全部通通可以 而且一鍵就可以完成了 這是最基本 因為很多人 最後做完VBA 發現好像少會一個 因為這裡 我會教這部分也是同學問說 老師你前面講的我都會了 但是呢最後我要列印出去之前呢 我不會 用VBA畫框線 我還是必須要人工畫 他說這樣感覺好像就差了一步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框線物件要怎麼用 那其實他說他也翻了很多 坊間的書籍 他說也找不到答案 然後Google 也是沒有 沒有 好的那個答案 即便用了他好像也做不出來 我剛才講沒有這麼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那怎麼做呢 待會我會跟各位用 很簡單的方式啦 只要你 會寫之前的VBA程式 我想你也會 用VBA來畫框線 真的非常簡單 程式大概就兩三行就搞定了 所以 其實我上課的重點 盡量就 擺在就是 你們需要知道的東西 可能你們不需要 知道的東西 我暫時就不會講 並不是不重要 而是因為你們 時間有限嘛 而且 腦容量也有限 對不對 你要記一些 真的 坊間書籍VBA一堆啦 你叫你自己去看書 真的 太浪費時間了 而且看完之後 最慘的是還做不出來 對不對 很多人都這樣啊 買了一堆書回去看嘛 尤其是城市設計的東西啦 跟天書一樣 很多同學呢 拿 拿出來問我說 老師這本書 適不適合我看 好我看了一下 我跟他講說這本書比較適合我看 後來他就把書送給我了 那我就熱意把他接收了 我說我看完再告訴你好了 好不好 這樣比較簡單啦 因為真的有些東西 你如果沒有一些 實務經驗 或者是一些基礎知識的話 你怎麼看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的作者 他是預設 你已經是這方面有一點點經驗或者是你是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 他寫的對象是那些 所以很多人買那些書籍回去看 真的有點浪費錢 真的 你 倒不如把這些 很簡單的把你需要知道的告訴你就可以了 其他延伸你就從這邊延伸 大概就足夠了 所以我不會講太多 可是有些人會覺得說這太簡單了 沒錯 如果你是本身是個專家你會覺得老是講的怎麼這麼簡單 那沒辦法我的對象不是專家 我的對象是你們 我不能把你們每個人都當專家看待 OK 那最後當然還有第四個第五個案件是 你如果能夠加上去之後 格式清除不能用之前的清除 為什麼 你看清掉之後 他格式還在 你不能丟空置串 因為空置串只能夠清資料 不能夠清除裡面的格式 所以怎麼辦呢 這邊有講到 怎麼自動把它清空的 所以五個按鈕我們分別來看 真的不會 非常 不會很複雜 你大概把這些 熟練之後用在工作裡面 我想很多事情就 大概大概就足夠了 那怎麼做 一 按下他 可以自動幫我合格不合格 清除 那首先第一個 一樣先切到Visual Basic 清楚我想應該前面寫過了 有沒有 所以 第一個呢 可能你切到Visual Basic 我建議是把它先縮小 大概浮動在上面 第二個的話呢 在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一定要在模組上面寫程式 因為之前有同學直接就 在工作表物件上面隨便點兩下 然後就開始寫 看起來一樣 可是之後的話尤其是Function Function 不能寫在這裡 Sub或許還可以 但是Function寫在這裡 插入制定函數 發現怎麼出不來 因為呢 你寫錯地方了 記得喔 第一步呢 先怎麼樣 插入那個 模組 第二步的話呢 在這邊的話呢 插入程序 那程序部分的話呢 當然你就是 直接還記得吧 上面我們做蠻多的 所以 我強烈建議你回去一定要在動作 插入程序 把那個名稱 輸入上去 選 預設是Sub 你就不用動 然後按確定就好 確定之後的話呢 這邊會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Sub 叫清除 EndSub 那裡面的話要寫什麼呢 前面有講過嘛 如果我要把它清空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你就打什麼 For i 等於什麼 For i 等於 2 到7 然後呢 把它的H欄 裡面的資料 等於什麼呢 等於空的 這樣不就好了 還記得吧 前面有寫蠻多 所以我講過啦 你看100片 影片不如做一遍 因為這些東西都會不斷在出現 所以你可以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2列 你看 到 第7列 Enter兩下 然後Next 中間呢 加一個Tab鍵 然後打一個Sales Sales 刮符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呢 那你可以把它往下拉一下 H欄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你就打一個 那H欄呢 因為它是一個 自串 所以前後要加 那個雙以後 當然另外一種敘述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你不要用H 你可以用 第幾 F 6 7 8 你可以輸入8 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可是 我比較不建議用數字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用數字的話 你每次都要算 A B C D E F G H 第8個 這樣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所以我後來習慣都是打一個H H指的是H欄 所以Sales 後面欄 你可以兩種方法 要不就是用文字 要不就是用數字 那比較不建議用數字 那什麼時候可以用數字呢 H跑回圈的時候可以 回圈的話呢 可以兩個回圈 前面是列 後面是藍 那就可以把整個範圍的資料做 你需要的處置 目前我們是單列 跟講 單藍 如果未來有很多藍的話 那你可以跑兩個回圈 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好 第一個清楚寫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寫合格不合格 那合格不合格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 再把上面的清除怎麼樣 複製貼下來 改一下 改什麼 改這邊 改成G好了 也許名稱我叫成G 那for I 一樣 等於 2到7 重點就是中間的部分 中間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的寫法 我們上個禮拜也有用到 還記得吧 一副 中間 特別是 那個 結構 可能就是你們需要去記的啦 這些沒有辦法 這個可能就是要熟練 其他的 東西其實倒是還好 不過你會發現 寫來寫去 大致上跟我們前面寫過的 還蠻雷同的 所以盡量你動手 然後也不用特別去用背的 如果什麼呢 你可以 就是縮放 然後可以看一下 如果 依欄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寫什麼 如果那個我抓過來同一列的依欄 都點依欄裡面的資料 我把資料呢 幫我抓過來之後 如果大於等於60分的話 這個是一個邏輯 空一個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else 再Enter兩下打一個endf 先把那個結構先打完 然後呢 如果為True的時候就中間這一行 True的時候做什麼呢 幫我把那個 合格丟到h欄 所以丟到h欄的敘述 我可以拿這個 習慣是複製 然後把這邊改h 等於什麼呢 等於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把合格兩個字 輸入上去 合格 那反之就不合格 那反之就寫在哪裡呢 寫在else的下面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這一行 我的習慣是拖拉加Ctrl鍵 就是等於是複製貼上 然後改一個步就可以了 好程式就寫完了 其實我還蠻習慣用那個 拖拉按Ctrl鍵 因為複製貼上改會比較快 很多東西都是一樣的 主要是利用什麼呢 儲存個物件 Sales 去幫我做 資料的取得 跟資料的 輸出 有沒有 輸入 判斷完 輸出 那他是跑一個回圈 所以一個 一個一個的全部跑完 就可以全部輸出了 那做完這兩個 之後的話 當然你可以試RUN看看 RUN的話你可以再自行再加上按鈕 按鈕我們前面有講過 所以 這兩個 成績 跟清除 就試著做做看 不過這邊好像還有一些地方可能 可以更好了 比如說 2到7 7這個數字 如果你要自動去 追蹤的話 我講過 不過呢這個地方 有個問題 因為 你把游標放在 A2 再按Ctrl向下 他會跳到呢 第8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個說明 所以這個說明怎麼辦 我是建議 不相干的東西 就把它刪掉吧 因為 Sales 本來他就是 基本的那個結構跟資料庫很像 那資料庫裡面不會說突然 插入一個怪怪的東西啦 那這個只是因為我們 上課需要 提 提示 所以你可以 乾脆把它刪掉算了 刪除 OK 好 刪掉之後的話 這樣的話 上下追蹤 應該就沒問題 Ctrl向下 OK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如果把它刪除 旁邊的按鈕好像會跟著變動 為什麼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不需要它變動的話 這邊可能要 按右鍵先選取它 這邊有個什麼呢 控制向格式喔 如果以後你的按鈕不希望 假設你刪掉 它就變形的話 那記得 這邊有一個 按右鍵 控制向格式有個摘要資訊 大小位置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不隨儲存格 改變這個 因為它預設會 隨那個儲存 因為你把它刪掉了 把它刪掉了 它的高度就零 所以它變成 那邊 部分沒有了 所以它就怎樣 就變形了 那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按右鍵 那個控制向的 那個格式 大小位置不隨儲存格改變 那把它按確定 不過如果你有 五個要一起變 我是建議 你乾脆 先按右鍵選一個 然後再選 第二個 選第三個 這樣把它按 檢測鍵 選舉 再一次按右鍵 物鍵的格式這邊 全部都改成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 這樣子 我再把這一 這兩列刪掉 我的那個 那個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 有跳動一下 但是 並沒有影響 這個大概跟各位說 因為以後如果你做按鈕 會因為那個 儲存格變動 而改變 那你只要設定好 這樣子以後呢 它就完全 不會跟著變 那做完之後 也許你可以 再增加一個 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的話呢 就是把這邊7 改成前面講過的 Ranch 這個可能要 也許這個部分可能要 稍微 一定要記得 A2點 點End END 然後呢 前刮虎向下 我是 用上下左右選 然後呢 向下追蹤到的列 那請你回報給我 OK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幫我抓到7 把7的資料放到這邊 那也就是以後如果你還有增加一列資料的話 比如說你又增加另外一個人 他就會 假設又多一個人 他又會抓到第8 不會因為呢 你這邊 資料 變動而變動 所以 這邊的話呢當然我們就是加一個自動追蹤的 這個前面都有講過 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所以清 底下那個 清除這邊也可以加一下 所以以後啦 假如你忘記喔 你可以把那個 獎益裡面的 那一行 把它 盡量 或者你可以在旁邊多 注記一下 那以後7的部分 你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變動的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就是 先產生 層積跟清除 這兩個 然後呢 順便把那個 向下追蹤也寫上去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 如果是不合格 那希望變 紅色的 剛剛有變紅色 如果在VBA裡面 怎麼做 其實 不像剛剛還要怎麼設定格式化點 在這邊很簡單 加一行程式就好了 好這個我想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 試著把這兩個 清除 成績 好 那講義裡面也有了 講義的話是在 這邊應該是第58頁上面 好 好